第三节现在开始 现在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产品的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最主要的成本分为两大块 第一大块是产品的采购成本 第二大块是产品的运输 那么产品的采购成本通常情况下 对于新手对于小白卖家而言 这些产品通常都是在阿里巴巴的1688上面去找 那么其实就是说你从阿里巴巴的1688上去找 根据它上面供的价格 它上面有一件到一百件的价格 一百件以上什么价 一千件到一万件怎么账 什么价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你只能选那个最低的一档 就是一件到一百件什么价 你要按照那个去计算成本 这是采购价的成本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那个 就是运费 其实运费是很大一头 在很多情况下 运费的成本 往往会等于或者超过那个采购成本 尤其是那些大体级的或者是那些重货 就是超过成本 其实在这里在找在1688上去找产品的时候 有一个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一定要高度的注意 我以前曾经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在1688上去找一个产品的时候 找一个产品的时候 那个产品看起来买的人并不多 也只有一家供应商 而且我发现的产品刚刚出来没多久的 还是一个很热爆款的一个补充 刚那个时候我看起来就非常开心了 我就从那家进了货 进了货之后呢 测试样品也挺好 然后去发 发到那个FBI 发过去了之后呢 很快就把那产品做起来了 等我很快把那产品做起来 准备要去进大货 那边也快要断货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这个产品断货了 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找一个产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三家或者三家以上的供应商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这三家或者三家以上的供应商 它下面一定要有销量 在1688上你能看得到 这个产品有多少销量 如果它销量才零件 或者才几件的话呢 这个不能列入你的供应商 而且更奇葩的是 你找到这三家呢 我建议你这三家分别 都从他们家买样品回来 因为我也碰到另外一个情况 我做了另外一款产品 我做了另外一款产品 就是说 我从三家都买了 这个产品买回来了 买回来之后呢 然后突然就发现 就是因为这三家做的产品都不错 我就是开始上货 开始这样 突然就发现要到货了 然后我找第一家 第一家没货了 他说要两个月以后才有货 第二家也是两个月以后才有货 第三家也是两个月以后才有货 这个时候突然在发现 这三家其实就是一家供应商 因为其他两家给第一家拿货 第一家是工厂 所以说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分别找三家供应商 每家买个样品 你看看他们家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尤其是那包装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那包装都是一模一样 那么你再测试一下 如果你要5K 10K的货 他们多久可以交货 他们价格是多少 如果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模一样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断定 其实这三家又是一家供应商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么当你确定了这个 当你确定了这个 就是采购成本之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运输成本了 运输成本主要就是分为量的 一类是空运 一类是海运 陆运呢 我在深圳地区还很少有人用 那么空运也有很多了 有那个UPS宏丹 空架派等等这些海运 就是你直接装船过去了 这个时候你到底是采用空运还是海运 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的建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小量就是你的货 货值并不高 刚刚第一批货发货也不是很多 比如说100件左右的时候 你就发空运 等空运发 等空运开始 就是你发到亚马逊去了之后 它能慢慢做起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第二批货 注意了 第二批货我强烈建议你 采用空运和海运的方式混合发 因为如果你卖起来了 很快就要补货 补货的海运肯定是来不及 如果你一直做空运的话呢 肯定补货也补不上 那么你空运加海运的方式 同时一起发呢 就能保证你的那个不断货 以及这个运输成本会更低一些 这个就是你计算成本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到这一点 第三一个平台佣金 平台佣金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做 那个亚马逊的公司卖家 专业卖家 不要做过程卖家 过程卖家没什么流量 很多时候很多优惠都没有 公司卖家呢 一个店铺 美国占呢 是每个月是39.99美金的电珠 就是这个费用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费用呢 接下来的费用就是 亚马逊的他的很多内幕 他都会收取佣金 通常情况下是 你每卖一件货 他就会收取15%的佣金 当然不同的内幕 会有不同的调整 这是个大概的水平 当你把这些成本了解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进入到 你的计算利润的环节了 接下来呢 大家就跟我一起进入到 实操的环节 好 现在我开始对选品方面呢 做一些实操方面的补充 选品该怎么选呢 通常情况下 第一个是看它的那个市场容量 第二个呢 是看它的那个市场的 就是卖家的饱和度 什么叫饱和度 什么叫市场容量 那么我现在补充一下 选品 一个产品它分为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萌芽器 第二个环节是生长期 第三个环节是成熟期 第四个环节是衰退期 萌芽期的产品是哪一些呢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萌芽期的产品 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谁发明的 中国人发明的 这个Moonlamp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也是咱们伟大善良勤劳勇敢的同胞们发明的 其实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月球灯 那么月球灯它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它是萌芽期的产品 所以说萌芽期的产品 它是不能做的 就是刚刚才启动的萌芽期的产品 这样一个产品呢 因为它并没有被美国人所广泛的接受 尤其是这个主关键词Moonlamp 这个主关键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要让普通的美国人对这个产品 对这个关键词能够知道的 更广泛的知道 需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去推广 去做很多的动作 所以说这个产品是不适合做的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更奇葩的产品 我不记得怎么拼了 我现在找出来 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产品 这个产品是 大家看一下音乐花盆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我 它是16年出来的 16年出来我们看一下 音乐花盆 大家看一下 注意了 刚才我跟大家对比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很好的东西可以对比一下 一个是刚才的那个月球灯 一个是音乐花盆 好了大家看一下音乐花盆 我们看它review的数量 这四个四个四个三个你看这里面有9个12个这个是几个几个review的数量 目前至少我看起来在他的首页里面 在他的首页里面只有最高的是42个review 刚才在哪里面有 刚才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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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还做不起来的一种产品 这个萌芽器产品是不能做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产品 这个是月球的 月球灯 月球灯 它的review相对比音乐花盆多一些 你看有一百多一百多两百多这些了 当他有一百多两百多的时候呢 简单说他也还在处在萌芽器 什么叫萌芽器 萌芽器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初步的判断 初步的判断是什么呢 如果这一个产品 他的首页的卖家 连一个 连一个就是大于一千的那个 一千个review的卖家都没有的话呢 就是被罪了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我 这个不是月球灯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判断了 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 如果首页里面这些产品 连一个一千个review的卖家都没有呢 我自己一般不会推荐我的学员去选择 当然当年是伸手的时候 一般不这么做 那如果你是个老鸟的时候 你对市场要明确的和敏锐的把握 那么你去做 你可以去做这个产品 你可以做 就是根据你的判断 你的经验 还有你的操盘能力呢 你是可以去选择你认为好的产品 但是如果我推荐我的学员来做的话呢 我基本上是不会推荐我的学员 做这些萌芽期的产品 那么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呢 我一般都是会推荐我的学员去做 那个生长期的产品 或者是成熟期的产品 生长期的产品 一般从哪个地方来选择呢 生长期的产品通常情况下 是看那个hot new release 从那个地方去选择 那么怎么去找到这个hot new release的产品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件事先上个网站 这网站叫amazon123 amazon123呢 下面这里有一个选品分析 选品分析 这个是销售榜 这是新品榜 标升榜 收藏榜 通常情况下 我会去找到新品榜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选品的时候 从这里进去 这里就是hot new release了 就是新品榜 那么我来选新品 我来做产品的时候 我一般的时候 我选的会从新品榜里面进去 新品榜里面进去的时候 我会看哪一些 比如说你看一下 像后面的K级 这是个很棒的内容 我们点到后面的K级里面去 点到后面的K级里面去 这就是新品榜里面的内容了 我们就会从这里面去挑 通常情况下 在新品榜里面的这些东西 我会一般来说 前1到20 1到20 1到40 这些我一般都不会去选 因为即使这些在新品榜上面了 因为对在这里可能是新品榜 在其他家可能不一定是新品榜 尤其像这个登串 它就很老的产品了 那么我通常情况下 会去在那个41月以后 来看这些产品里面 看这些产品里面 看哪些产品 它有一定的价值 那么我会从这里面去选 那么在这产品里面去选 这些东西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像这一类产品 是不建议去选的 这为什么这个产品不建议选 因为它是体积大 它是抛货 这个是不太建议选的 那么我看一下 像这个属于庭院灯 庭院灯的通常情况下 它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 看有没有可以选择 这些新品榜里面的 这是花园水管 花园水管这个目前比较热 那么如果要可以做的话 是这个可以做 但是呢 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季节性的产品了 这是一个 看一下灭纹灯 小风扇 摘叠椅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新品榜里面 这里面有没有适合做的 注意了 这一个产品 大家听好了 这个是厨房的温度计 这个是设可刷 这两个产品 大家千万不要去做 这两个产品 已经是非常火爆 非常热的了 花园的水管 调走 像这个产品 它销量是不错的 但是 这一个产品 它的那个利润很低 因为体积大 像这个产品 是或者很高的一个东西了 一般不适合新手去选 好了 那么看第一栏里面 我基本上我就没有找到 我想做的产品了 这是翻第二页里面 像这个闹钟不错 注意了 像这个闹钟不错 如果你得找到的款式 如果你找到款式 更加明显的差异化 是可以去做的 这个也是不错 这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道具 还有这个门链 还有这个门链 磁性门链 就是 不让那个起来的 就是不让蚊子进来 磁性门链 这个是 这个弱季节性的产品 还是可以 像儿童的星空球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的包装不错的话 这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 建议考虑的 这次出现月球灯了 银盘都很弱了 居然刚刚说的 是不可以做的 还有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它体积过大 可能没有利润了 月球灯 我们再看下一页 像这种婴儿的混蓝床 这是体积大的话 如果你的实力足够的话 做这个东西是挺不错的 我再挑一个 大约可以做的产品啊 因为刚前面 已经推荐了几个了 好了 这里面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 这个到这个餐具 也是可以 这个餐具是不错的 这个餐具 是便携式的那种餐具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最好这个产品 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产品是那个 口水精 口水精已经是 非常非常泛滥了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选品的储蓄概括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呢 那么我就建议你 从这个 Amazon Hot 那是你们去选择 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老手的话呢 比如说是 Aning Department 如果你是老手的话呢 我觉得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去 就是Best Seller这个地方 现在Best Seller以后呢 你随便跳一个 比如说宠物内幕 随便跳一个内幕 宠物内幕呢 通常情况下 宠物内幕排前几页的 这些东西呢 是这几页的一半来说 都是本人家弄的比较多的了 你可以去找这后面的 81到100从后面往前看 看这里面有没有 你够得着的东西 如果这里面没有的话呢 你再进入第二个目录里面 从这里面进去 从这里面进去 再一个个看 把这从1到20 1到100全部看完 看这里面有没有 够得着的东西 再来做 那这里面 然后呢 在狗狗的看完 看那个猫的 或者是看那个 钓鱼的这些东西 钓鱼东西不经意 当然做 那些东西不太好做 看狗狗看猫的 像这些 查看那个狗尿猫尿 这些随身携带的 那些盒子这些 其实宠物啊 家居啊 这些都可以做 哦对了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无意中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指甲钱 指甲钱是不能做的 那么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几大天坑啊 玄平的几大天坑 第一个就是 普通人 尤其是在 如果你是在深圳的 或者你是在 珠三角的 这一带的 就是你首选的 可能就会是 蓝牙耳机 蓝牙音响数据 选 手机壳 钢化膜 这叫五大天坑啊 这五大天坑是不建议你们去选的 这是手机内幕 这是上升内幕的 那么在那个啊 如果你做家居啊 烧烤内幕的 烧烤内幕里面有几大天坑 不建议你去选 第一个不建议选的就是那个烧烤刷子 这第一个烧烤刷 烧烤垫 烧烤架 还有一个是隔热手套 还有一个是烧烤炉 这些东西是不建议大家做 就太热了 那么宠物呢 还有哪些不建议做呢 大家看一下宠物来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宠物的指甲键 指甲键 还有宠物手套 还有狗刷子 猫刷子 还有那个狗铃铛 还有那个漏石球 首先漏石球 就是装食物那个球 那是不建议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 看一下宠物类的 这几个宠物钱 我跟大家说一下 宠物钱 宠物手套 狗刷子 猫刷子 漏石球 还有那个就是狗窝 猫窝 这几样东西 这几样东西 都是不建议大家做的 就是这几样东西 都是一个选品的人 非常容易犯的错误 除了那个刚才我说的 那个就是 三生内幕的 宠物内幕的 还有这个烧烤的这个 那么一句话来概括了 就是说你进入 任何一个内幕里面 那内幕里面你出现的 你出来的那些东西 除了那些东西是 第一页你就能看得到的 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宠物内幕 第一个内幕里面 第一页里面 能看到这些东西 都不建议大家做 你看刚才说的 那些个都在这里了 这是狗刷子 这是钳子 手套 还有一个狗狗的那个 就是那个 熏狗器不建议大家做 为什么熏狗器 不建议大家做呢 因为熏狗器 它是要套在狗脖子上的 它要发射出 微热电流去刺激狗狗 这样容易伤狗 容易带着巨量的差评 这是不建议做的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你进入 Base Set Base Set 第一页里面的东西 都不建议做 你最好是从了 这些很细小的分子里面 去找进去 再从这些很细小的分子里面 再找进去 这里面才有可能发现 你可以做的东西 好了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就是对 选品时操的一个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